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貝的部罪開箱 我是巴妮妮 啊我們今天呢 其實啊 不算是一個很正式的開箱 因為剛剛沒有一個非常正式的開箱委託 它比較像是一個曝光委託 但是 我覺得曝光就太無聊了 所以呢 我就自行幫他準備一點奇怪的企劃 今天廠商呢 想要我曝光的就是 這一頂 有沒有 韁公相向的 這頂呢 它其實是 瑞斯出的這個ZS826 我們就比較簡單的來這邊做個快速的介紹 那可以看到這個ZS826呢 大家先不要在意這個 韁傑傑的外表 這是特規品 對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壓尾是 超級 超級超級無敵大的鴨尾 這都微笑 我拿一個東西過來 你就知道它的鴨尾到底多大了 好 這個呢 是大家熟悉的X14 它的鴨尾長這樣子 我覺得它已經頗大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GS826 這個鴨尾 很明顯的 有沒有 就是硬生生的 比X14還要再長這一小截 這個應該是我現在看到 所有安全帽裡面的鴨尾之王 它這一次號稱啊 戴起來的感覺 是會比較緊的 所以我戴一下 那它這一次戴起來的感覺呢 的確呢 會比它之前提供的一些安全帽 再更貼合臉型一點 因為我這邊它這個算是試作品 沒有任何的其他資訊 所以呢 我能講的就只有這一些了 那再來 因為這個東西嘛 是要做曝光的 那我應該是會在24號這天呢 騎車上北衣 然後會戴這個鯨射射的安全帽 那畢竟有沒有 畢竟都是聖誕節的 只有一點金色安全帽怎麼夠呢 所以呢 我又準備了 這個金色的連身衣 可是全身金 是不是就又弱了一點 這個顏色太單調 不行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邊有點紫色 沒錯 金色最棒的搭配色就是紫色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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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計畫就要開始了 我要把這一顆 金色的安全帽呢 貼上 土力雜 招牌的紫色 那用它這樣搭配 再搭配我這個全身金的衣服呢 去北衣做一趟很丟臉的曝光之旅 光想到我自己就已經害怕了 好 我們要先開始 製作這個 土力雜 呃 類似造型安全帽 那先 先來 動工吧 GO 好 那在我們的一陣辛苦之後呢 我們的安全帽 以及我們大概這樣子的形狀 那看起來粗糙亂製對不對 不要太在意 真的不要太在意 那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這個 有沒有 福利雜 專用的這個圓弧形的紫色 一看就很像福利雜 到時候我們再畫了個圈圈 大家都知道 這是什麼樣的帽子 那衣服呢 衣服就更不用說了 這該紫的地方呢 我們都已經把它弄出了 那 只有衣服跟安全帽 這樣夠嗎 當然不夠啊 所以呢 鞋子呢 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 鞠躬相像的鞋子 而且騎車要什麼 騎車一定要手套嘛 手套我也準備好了 這個鞠躬相像 看起來有點像無限手套的這個手套 那手套要再次感謝一下 庫西塔尼贊助的這一筆 這雙 額 頂級的競賽用手套 對 雖然它已經被我毀成這樣子了 哈哈 好 那再來就是期待 12月24號 這天 我們就要穿著這一身全裝 那去北宜 做這個 瑞絲這一筆 ZS826的 安全帽的過關活動 在我們的一陣奮鬥 四個月的修煉之後呢 我們終於完成這個 完全體的狀態 那接下來呢 原本要去北宜啦 但是現在 因為北宜路跑的關係 我們要趕去台七 拿去GoGoBox 做這個 瑞絲安全帽的宣傳 我總覺得 這CP值感覺不是很高啊 那 不然怎麼樣 我們現在趕快出門了 因為我已經遲到了 那我們就 台七一見 掰 嘿大家好 我們週五到台七一見 泰山 大視 千 pumps isses 日本 central 不然怎麼樣 我們接了 宇宙大王的 The 地球之旅 就已經到此結束了 那 這就是 這一次 還不是開箱 是幫 瑞斯這一筆 ZS8 拍攝的這個 曝光影片 那宇宙大王現在準備去吃飯 然後要回到宇宙去了 好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見 大家就很好奇 我剛剛不是已經把影片拍完了 怎麼又來拍了一支影片 原因是因為呢 瑞斯安全帽呢 又在之後寄了一個新的ZS826的安全帽給我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就順便的開箱一下吧 既然它都是真實版的產品 那就 好 那這一次的ZS826的成品呢 就在我手上 可以看到我選的這款是 紅色的大蛇怪的款式 就相當的可愛 那其實它的彩繪呢 大概超過10中以上 所以預期啊 這款應該是它的一個長售款 那我們來看最基本的外觀好了 這外觀有沒有就是超級無敵 大壓尾 那其實我剛剛量了一下 把這個安全帽這樣壓尾的總長呢 大概是36到37公分 這個我想很多車箱是放不下去的 那當然啦 可以注意到這一次的壓尾 它是一個透明的設計 那也就是說 這基本上這壓尾是可裝可不裝的 你送過來的時候 它壓尾本身是不是附在安全帽上面的 你要另外拿這個黏膠啊 去把它黏起來 那很可惜的地方就是 它這支這個黏膠啊 有一點不是說非常好看 仔細看就是 你可以看得出很明顯的這種 膠痕 這我就覺得蠻可惜的地方 如果它可以 就是用比較好的膠 或是比較薄的那種膠呢 可以讓整個安全帽的造型更好看 那這個希望瑞斯呢 這塊可以稍微改善一下 那安全帽的重量呢 它上面沒有寫 那按照我這個 手襯的感覺喔 這應該有1400克以上 就是不算是一個輕的安全帽 通氣部分呢 它在這邊呢 下巴有一個 額頭這邊呢 也有 再來就是 貓我這塊呢 左右各一個 通氣孔 那卸壓孔呢 很單純的就是 壓尾後面這個兩塊的卸壓孔 整個的風氣性 還算是 還算是OK啦 這一次的內襯呢 都是採比較貼近 就是 禁忌用的這種 內襯 所以呢 都還蠻緊的 這個 就開始會挑臉了 我戴起來M號呢 真的是就是覺得 喔 臉開始有被夾到的感覺 就是跟之前那種國產帽 稍微的有點不太一樣 它下面這個下巴這塊呢 也做了一個擋風布 就是風大的時候呢 風比較不會從下面這樣灌上來 另外呢 它這次也開始做了這個眼鏡溝槽 對 而且還附了這個 很神奇的兩個海綿呢 是如果你用不到眼鏡溝槽呢 你就可以把海綿塞在那個溝槽裡面 然後 然後 也不知道 塞下去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想塞 就是 就塞吧 那另外呢 這次複製的東西很神奇 它這一次安全帽盒子裡面呢 複製的相當多的東西 那第一個呢 就是 安全帽的 座 就是你被放安全帽的地方 那它是一個輪胎造型的 那再來呢 就是 頭套 對 就是你知道 你買的安全帽就直接送你一個頭套 它是那種多功能頭套 你可以拿來當 遮臉的啊 拿來當 綁頭髮之類的 都可以用 那再來我覺得 最神奇的東西呢 就是 安全帽 背帶 它可能怕 如果你是一個帽奴的話 你喜歡戴著安全帽 趴趴趴的話呢 你會需要一個背帶 所以它就是送了一個 安全帽的背帶 那背起來的感覺就是 相當的一個神奇啊 那基本上呢 這一次 瑞斯ZS826的這個安全帽介紹 大概就到這邊為止 那這個造型呢 看起來這次是還蠻可愛的 那造型質感 也比很多安全帽 來的好上許多 對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強烈建議 一定 一定 一定要去店裡面試戴 因為這次真的蠻貼臉的 所以你不小心呢 可能就 選到 你不能戴的安全帽 強烈建議 一定要去店裡面試戴 那以上就是 這一次小貝的 不專業的 曝光 根本不算開箱嘛 這是曝光而已 那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照片單視訊我 我們就 有機會見 掰掰 這個是 要學他的臉嗎 判定 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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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